沙特领导的打击野门胡塞运动的军事联盟袭击了萨纳国际机场 关闭了野门的所有空中和陆地通道以及海上港口 以阻止他们所说的伊朗向胡塞人提供武器 在国际上纷纷谴责封锁给野门平民造成的痛苦之后 沙特表示将缓解封锁 但不会对胡塞人控制的港口和机场解除封锁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正在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密切合作 众所周知 我们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有良好的关系 我们试图鼓励改善人道主义援助 野门首都萨纳的儿童和艺术家们 星期一举行了抗议活动 呼吁开放所有港口 允许运入人道救援物资 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保罗塞尔努奇 通过skype向美国之音表示 必须解除封锁 关键是沙特领导的联盟 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 情报和武器 因此必须停止对给野门造成 如此影响的沙特联盟的军事支持 当被问到 他是否认为沙特领导联盟 把粮食作为武器时 塞尔努奇表示很难下次定义 但是他说 封锁给平民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 美国之音塞内 美国国务院报道 我们下期待 的 一ja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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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